全台北最貴的明蘭社宅 現在被爆出來說 一名87歲老婦人 長期在房間裡面來存機雜物 造成走廊上面蟑螂亂 而且還飄出陣陣的惡臭味 而這名老婦人還說 他會在半夜時間大吼大叫 讓同層樓鄰居大家不堪其擾 不過兩年之內多次 向台北市府來反映 主管機關都沒有積極處理 家門前 白曼 黏張板 上頭全是蟑螂屍體 一旁還有超多蟑螂在地上亂窜 讓人看了心裡發寒 這裡就是號稱三房 四萬零五百元最貴社宅的明蘭社宅 台北市議員陳怡君接禍成情 一名87歲老婦 長期囤積雜物 製造髒亂 搞得蟑螂肆虐 房內更不斷飄出尿味 以及餓臭味 甚至在半夜大吼大叫 讓同層鄰居忍無可忍 兩年了 他就是會跟你說 一些很奇怪的話 說什麼沙丹會來找我們報仇什麼什麼的 老婦的種種行徑讓鄰居不堪其老 無奈之下只好掛起抗議布條 不過台北市府看到後 竟然不是趕快協助將老婦另行安置 而是要求受害住戶撤掉布條 會掛出布條抗議 就是因為住戶認為台北市府沒有積極作為 雖然將對婦人提起訴訟 辦理終止合約 但一切都得等法院跑完訴訟程序 還是無法解決受害住戶的藍眉之急 像這樣子惡臭味 一大堆的蟑螂跑到他家 他已經忍了兩年 投訴台北市政府非常多的單位 卻沒有辦法得到解決 我們可以看到台北市政府 可以說是毫無作為 而且態度相當的消極 所以我們同步進行 我們除了即刻的依照法律程序 來提起訴訟 同時社會局積極的介入協調 不管是安置或是醫療的協助 同時我們住宿中心也會結合廠商 即刻的將環境做一個相關的整結 蔣萬安強調社會局的安置作業 和環境清潔會雙軌並行 即便已經住在全台北最貴的明輪社宅 市民們就連想要最基本的乾淨生活空間 台北市府似乎人無法滿足 記者林俊廷 王一德 台北採訪報導